我们有五位演讲人在座位上 我叫Mathana,我是法国数字大使 我作为一个法国的一个外交人员 我在联合国系统就应该用法语发言 这是我就将会主要用法语发言 我们有五位高级别的发言人 那么我们有总干事女士 是布吉纳法所的数字经济部长 斯蒂芬赫尚是ORANGE公司的总裁 伊佐贝勒法克皮肤 她是法国 首先我想通知 做一个小的通知 就是你们大家可能知道 今天早晨联合国网站和IGF网站受到了攻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可以进一步的证实了 我们IGF它要发挥的作用 因为更说明了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因此呢 IGF它是由2005年信息社会大会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它所管理的那些问题呢 就是和这个网络世界和信息社会相连的 这也是我们这一节讨论的主题 我们邀请了一些国际组织 国家代表以及呢 这个企业的代表 作为我们的嘉宾 来参加这第一节的会议 总干事女士 因为你一会呢 要去迎接哥伦比亚总统 所以就请你先抓点时间说几句 关于这个信息技术的问题 再一次感谢大家 再一次欢迎各位到嘉宾文组织来 我首先呢 要先报个歉 因为我一会马上要离开会场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参加这节讨论 因为这一节讨论对于我们来说 是这一次论坛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环节 我首先呢 要强调的问题就是 不要在网络发展的时候 不要把任何人落下 不要落下一个人 也就是从联合国的语言来说呢 就是网络的包容性 而对于嘉宾文组织来说 我们认为呢 网络的鸿沟 信息的鸿沟 是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的 比如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吧 基本上是上不了网 而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它们的这个本身呢 就是存在一种不平等 而且就是在这个发达 国家内部呢 也是存在这个网络使用的这个不平等 现在呢 有20%到22%在非洲呢 只有20%左右的人口能够上网 而在这个欧洲呢 已经达到了80%以上 所以啊 这个网络技术想用的这个不平等 这种鸿沟是不能够被人接受的 此外呢 男女使用网络技术的不平等 这个鸿沟呢 似乎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最后呢就是网络的普遍性 能够呢使网络 进入到那些最边远地区的人之间 之中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教科文组织到底要做什么吗 我没有时间啊 摊开来谈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教育 包括数字技术的教育 以及呢 对于这个网络世界的这个教育 在教育中引入这些内容 这也是很重要的 同时呢 教科文组织可以做的是 要通过教育来提供一些手段 让人们呢 学会对网络信息的甄别和识别 这一点呢 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 在这个领域中 应该进一步的加强性别平等的教育 因为呢 这种性别平等呢 在这个数字技术的使用方面 也应该有所体现 而目前呢 在研究科研的领域 特别是数字研究的领域中 男女不平等现象 还是很严重的 所以呢 应该要去鼓励啊 所有人积极参与这方面的努力 此外呢 还有这个文化多样性的宣传 因为我们现在 虽然已经进入了这个网络世界 但是呢 文化多样性 并不是啊 那么得到 推崇 所以呢 这个 从自然科学角度和网络 角度来说 往往呢 语言都是很单一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网络上也能够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此外呢 还有就是怎么样鼓励文艺的这个创作 比如教科文组织呢 就在这方面呢 从2005年以来就做了很多的努力 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中 就是能够在数字的那些这个领域中呢 可以体现这个文化多样性 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呢 不平等的现象和鸿沟的这个现象呢 还是很严重的 从这个创造产品和这个宣传这个产品 使用产品的领域中都有不平等的现象 此外呢 还有一个价值观的保护 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头 不应该把它脱离于我们以往所这个发展起来的 这个世界 以及呢我们朝着什么样的世界去发展 从这个1945年以来 我们这个新的世界建立起来 应该呢要加强网络的普遍性 我们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哲学 不同的理念 但是我们呢必须要有这个针对不同地区的 这种网络的伦理 应该要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原则 这些原则呢可以引导我们 引导这个国际的这个人们的这个思想 最后呢我想引述啊 一个以色列哲学家 他说过的一段话 他呢是呼吁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人道主义的日程表 而在教科文组织来说 我们正是要带领着人类 带领着人民去向着这个一个新的世界发展的世界去发展 我们呢也是应该要让我们的世界啊 变为更为人道主义的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 而不是这个封闭的或者是这个不平等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认为显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呢 我们需要科技 需要数字的这个技术 需要这些这个自然科系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这个哲学 需要这个历史学等等 教科文组织呢在下一周要举行这方面的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参加 谢谢总干事 我知道您要遵守严格的这个礼宾方面的规定 所以不得不马上离席 好下面请布吉纳萨所的数字经济部长 我想问他问一下你们国家在面对新的数字技术挑战方面 是打算怎么做的 谢谢谢谢大使 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一节重要的讨论 这个讨论的主题呢就是互联网面对的新的挑战 以及呢如何找到治理互联网的好的途径 我要感谢法国政府 同时感谢法国的外交部和外长 发出邀请 请我们来参加这个重要的活动 同时也要感谢所有的组织者 感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来参加这个高级别的论坛 各位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在2005年的时候啊 只有这个非洲人口的2%能够上网 而在这个十几年以后呢 非洲人口已经达到了20%上网 可以上网 而西方世界呢 这个上网率是80% 由此你们可以看到 这种鸿沟 这种数字技术的鸿沟 从地域分配的领域来看的 这个鸿沟呢 对于非洲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然而这一个挑战呢 关于上网的这个挑战呢 现在正在不断的被这个克服 比如说在非洲 我们引入了光纤 然后通过光纤技术呢 可以上网 有国家一级的这个网络和这个海底的光纤 那个网络等等 所以呢 在这个布吉那法所 我们这个也可以呢 这个有所改善 但是啊 即使我们在这个领域中 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 但是还是啊 我们这个非洲大陆要走的路呢 还很长 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 因为非洲在这个非洲呢 上网的费用还是很贵的 而这个手机的价格也是很贵的 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个他们使用手机呢 只能够上这个国家网 上国内的网 而这种情况呢 使得非洲各国政府就面对巨大的挑战 一边呢 怎么样来满足啊 人民对于这个网络技术的需求 而现在呢 由于基础设施还不能够使我们应对这种挑战 另外还有这个语言的多样性 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应 还有这个只有呢 少数的是另外的这个网络的鸿沟呢 在非洲的体现呢 是由这个因为网络上的内容呢 都是由发达国家创造出来的 因此非洲呢 只是被动的这个消费者 只能够接受别人这个 开发出来的这些产品和内容 因此呢 没有办法啊 实现这个网络产品的附加值 而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互联网呢 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可以啊 让我们的人民这个得到更多的知识 而且可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但是与此同时呢 网上也有很多的那些错误的 或者是虚假的信息 因此布吉纳法索政府呢 决心要这个改变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布吉纳法索人民呢 也这个做出了他们的这个回答 就推翻了原来的一种专制的政权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两方面努力之后呢 我们国家的社交网络 现在呢 得到了改善 但是啊 在南撒哈拉地区 呃 这个网络呢 还是被那些恐怖主义集团呢 所把持 因此呢 它直接影响到 我们选择的这个民主的制度 女士们先生们 对于社交网络的治理 也是刚才马克龙总统谈到的 这对于我们来说呢 是一个巨大挑战 因为这里头涉及到的是 要这个 一方面要加强治理 另一方面呢 要保护这个言论自由 和这个信息自由 因此我们的那些网络 呃 发展网络方面的这个参与者 有一些企业 他们的努力呢 取得了成功 但是 但是 但是有一些 但是呢 还有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些网络的经营商 他们既不承担这个责任 也不这个 从税收的角度来说也不纳税 所以我们非常关注啊 在这个领域中 比如说这个 数字税收的问题 怎么样来实践 我们很关注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经验 此外 我们也在不断的应对 英特网 呃 呃 带来的那些挑战 因为呃 你们大家知道 互联网 它是没有边界的 也是没有这个国家 以及的这个法律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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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应该要从这个保护网络空间 呃 安全 等方面呢 进行努力 因此我们 非常的支持呃 呃 例如 布达佩斯公约 呃 呃 马来布的这个呃 呃 呃 所以啊 我先说这么多 最后呢 再一次的感谢 这个论坛的组织方和法国政府 感谢你们所有在座的各位 你们呢 积极的参与这个第三届互联网治理论坛 那我们 再进入到下一节的这个更加活跃的互动呢 我会继续发言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 这一次论坛 这一次论坛 论坛 谢谢 同时呢 也感谢啊 你们的这些 呃 呃 我们呢 我们呢 参与了这个从法国的层面 参与了很多就是应对互联网所面对挑战方面的问题 请您谈谈您的经验 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数字革命的问题 可以说呢 它带来的问题啊 是普遍性的 因为一些问题呢 是政治层面 你们可以看到今天呃 参加论坛的这些人 他们的这个呃 分量 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呢 是有很强的这个政治色彩 此外呢 从经济的领域中来说 呃 经济领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互联网出现呢 已经有15年了 现在呢 有4个到5个大的这个互联网的公司 这个我们这个法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啊 它这个最大的这个上市的公司 呃 4到5个公司呢 都是互联网的公司 此外 这个欧洲 嗯 还有这个 Telephone Guy 这些公司 经常呢 会被这个采购 并购 并购 同时呢 在这个中国 嗯 嗯 GFA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集团 所以呢 我们 经常在问 是否呢 要这个 看啊 就是在 电话电讯的领域中呢 到底应该做哪些事情 因为我们 实际上呢 也是面对着一场战争 这里边呢 也是有一个就是 力量的对比 这个呢 一定要记住 我们一直在讨论监管的问题 美国不喜欢监管 但是他们还是比较 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中国人呢 中国人呢 他们呢 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监管 因为他的体系本身 就已经造成了 这个 不需要这样的监管 所以呢 这个监管的问题 是 是个理论性的问题 是特别是欧洲的问题 那么 实际上是在推进网络监管的主要是欧洲人 我们作为企业 我们呢 是每天都 接触这个问题 我们呢 欧洲 真正 出真正出口成功的就是自己的这个法规 但是呢 这个呢 代替不了别的 我们同时还要考虑这个监管和创新的关系问题 你们 你可以开始 你 你从监管开始去创新的话 不一定是好的办法 比如说 这个人工智能在中国是领先 是 所以的话 我要说的话 我们应该记住呢 这个我们今天的数字 经济 有 世界上 前二十个 这个数字平台里头 没有任何一个是欧洲的 主要是美国的和亚洲的 说亚洲还不是说是中国的 这是一个现实 那我们要朝什么方向走 在欧洲在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项目 就比如说今后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我一直特别担忧 我作为一个欧洲的企业 而且作为公民我也担忧这个问题 话是这么说的话 我还是乐观的 我认为 数字的话 未来的世界 这个数字世界 会比以前更好 它呢 会解决 人类几千年 所遇到的问题 特别是在一些大陆 特别是非洲 因为ORANGE在非洲 是个业务开展的很好 所以呢 数字工具 数字革命的话 可以改变欧洲 非洲 那可以在文化教育 去建卫生方面 比如说这个银行 服务 那么只有数字技术才能够使之可能 非常具体 让这个几亿的非洲人 能够享受 一定形式的这个经济现代性 而在几年前还完全不可能 那么 这首先是一个基于 它呢 可以改 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当然有风险 风险也要谈 要明确的谈谈 在这个最大的风险 是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那么我们建立了一个 全世界性的空间 开放性的 而且还不断的在增加 扩大 所以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越来越重要 这个问题的话 大家都面临了 国家企业 公民 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 都受到这个影响 这个问题呢 是 要提高我们的保护的 这个级别 这个呢 包括技术的问题 因为 网络安全 网络防御 首先是一个 也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我们这个技术的才能还不够 还要提高 所有的参与方的话 都应该有这种担忧 应该关注 应该大量的投资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目标 攻击的目标 我们的客户 我们 有大量的数据 有我们在掌握 帮助客户这个保存 所以的话 我们需要有非常高级别的保护 但是同时呢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发展的领域 我们呢 要积累经验 然后把我们这种经验 提供给所有需要的人 所以呢 这种网络空间的保护的问题 是至关重要的 它可以是让整个的系统垮台 清塌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不应该 应该 不是只从一个民房的角度 去来看 而是所有的人 都要感到是 和这与此有关 包括每个公民 而且呢 需要进行合作 国际上进行合作 来很好的利用这个数字机遇 所以呢 国际合作非常复杂 因为在这个网络攻击后边 经常是有国家 我就不说哪些国家了 那么 不能够 我们也不能够 我们呢 需要更多的合作 我作为一个企业家 是要务实的精神去做 这种合作 有很多的机遇 但是有很多的利益 在里边 所有的人的话 都不一定是有同样的价值观 或者是 有些人是单边主义的 这个倡导者 这个现实就是这样 我想呢 我们呢 要基于世界的现实 来这样去做 我们呢要保护我们的利益 欧洲的利益 应该保护得更好 因为欧洲呢 是一个最开放的市场空间 在全世界 所有的这个数字企业 都清楚的 他们都来 经常是在欧洲市场 推出新的服务 新的这个产品 而且有很多的不平等 在欧洲存在 所以呢 他们来攻击这个欧洲这个市场 我们的任务呢 我们呢首先是保证 这个公民的互联性 特别是在非洲 我们的经济模式 也是一个私营企业的模式 为了能够更多的投资 那么各国政府 特别是在非洲的话 应该把我们看成 看作是一个合作伙伴 而不应该把我们看作一个摇钱树 这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去建设基础设施 我们呢也愿意建设 参与这个建设 但是我们应该要非常的务实 非常的清醒 谢谢 你做的这种描述 你呢是法国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的主席 你呢也是全球的这个保护数据和隐私的 这个国际大会的原来是主席 你是怎么看 我 这个互联网 您也是非常了解的 您呢也 在全世界进行组织的讨论 特别是参加一些国际大会 您呢 刚才听到我们的马克龙总统 提到要有一个国际的标准 您是对整个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 谢谢 大家好 我呢 像刚才那几位发言者一样 来 从一个实际操作者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呢有三种思考跟大家分考 就是 就是我们是作为这个隐私保护的监管者是怎么做的 总体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社会 它正在逐步的扩充 在 在这个就是 数据保护和隐私 专员国 国际大会是在布鲁塞尔开会 一共有122个国家 有非洲的代表参加 他们呢甚至也是这个执行局的成员 所有的这些国际大会的成员呢 和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这个会员国 都有自己对这个数字的看法 但是呢这个看法不一定是一致的 所有的这些看法呢 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些愿景 它这些看法有可能是互相对立的 也可以趋同 在这其中呢就有欧洲的这个做法 欧洲的LGBD 它是这个叫隐私保护总 一般法规 它呢去年5月开始实施 那么这个总法规呢 它可以作为这个数字社会 所遇到的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 回复也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叫信任危机 这种危机是现实的 为什么有危机 就是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个人 他们有种感觉 这个就是好像这个社会 数字社会是排斥了他们 他们不包括在 他们要重新的掌握 把控这个数字社会 所以呢这是个现实 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 欧洲就提出一个 这个 嗯 总的法规框架 这个法规的话 就是能够把人 重新放回到数字社会的中心 来引导数字社会的发展 我觉得这是很高目标的一种回答 因为它达到很高的保护程度 但是这种回答呢 这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不尊重个人 就不会有持久的创新 所以呢 不仅是在欧洲是 在欧洲 它是作为一个可持续的 数字发展的选择 因为它尊重了个人 那么这个法规呢 它是一种哲学的选择 也是一个亲企业的选择 因为如果没有信任 就没有经济发展 如果企业 企业家 员工 他们对自己的数据保护 不放心的话 那就谈不上数据的发展 所以欧洲呢 决定实行高度的保护 隐私 实际上是对欧洲的数字经济 是有利的一个做法 我认为呢 对数字的 的看法 因为我们今天就在这交流这个问题 我们所做的一个选择是一个非常 强有力的选择 但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世界的标准 我这说不好 这个未来才能够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呢 欧洲呢 就是要做出一个 典范 来证明是有附加值的 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 所以在今后几个月里边呢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做这个赌注 是否赢了这个赌注 第二个要分享的呢跟大家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 就是在刚才几个发言里面 就是说多边主义的问题 我们可以感到呢 在面对这种全球的数字世界 无论是企业 国家民间社会 还是监管者监管方 他们都需要一个合作的模式 实际上的话 大家都愿意起草制定这么一个合作的模式 在这方面 那么 这个数据保护和隐私 国际大会10月份做的决定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隐私保护的国际大会呢 这个监管局务它要想要创新 要 对这种治理实验室 它要做一个贡献 它起草了一个路线图 这个路线图呢是为了能够来 在未来几年来呢 它要转变它自己 而在这个数字社会的建设当中发挥作用 所以呢 它做了一个定位 这个定位呢是即是开放的 欢迎其他的人来参加 而且是多边主义的定位 而且同时它提出了一个问题 而且的话我想到今天呢 这个建议 也就是说它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治理架构 是否呢是应该形成一个网络 所以在今后几个月里边呢 我们有一个工作组已经成立起来了 就是在这个国际大会里面 来思考 这个路线图 看它怎么实施 这个路线图 来思考是否 能够建立一个这个国际大会的一个常任秘书处 同时形成一个网络的网络 那么第三个思考和大家分享的呢 这个刚才也提了好几次 就是人工智能问题 AI的问题 因为确实这个话题呢是非常现实 各个国家都这样 在很多国家里面呢 已经有很高 这个很雄心 大勃勃的一些项目计划推出来 我们呢 有很多块的这种倡议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全球性的 但是实际上是很分散的 那么所以呢在数据保护和隐私 保护这个国际大会呢 也做了自己的工作 就像阿祖莱总干事刚才所说的那样 我们呢 在哪些方面做出贡献呢 就是说呢我们要对人工智能做出一个法律的框架 伦理的框架 在十月份的话我们要建立一个平台 来制定一些 数据和保护和伦理的原则 让各个国家 他们都希望通过这样的这种原则 他们这种原则的话并不是法律性的原则 这些原则呢 它呢是应该说是高出严格的法律概念的规则 它呢可以适用所有的国家 来启迪这些国家 制定自己国家的数据保护的法规和伦理法规 因为各个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非洲国家 亚洲国家 欧洲国家 美洲国家 他们都签订了一个法国际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边呢 有六个标准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说要呼吁建立一个共同的治理框架 这个马克龙总统刚才也是希望这样做的 他要建立一个一个G8 或者是叫一个AI互联网论坛 不管它怎么叫吧 总之呢 在这个数据保护国际大会 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呢 和已建立了一个法律的伦理的原则的基础 来在这个技术上开展工作 所以这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三个思考 谢谢伊佐贝勒 Yuan呢 我现在开始讲英文 我的老板反正也不在这儿 我可以讲英文 所以呢 你是ICANN的这个CEO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 你们呢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是在加林范尼亚 很好的一个地方 很美丽的一个地方 你们呢和上所有的这个网络群体 来分配这个地址 数字名称地址 这个名称数字的地址 那么 我曾经担任过这个理事会的成员 你们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影响 有一些政府的代表呢也参加你们的工作 从您的角度上讲 比如说在数据保护方面 你们是怎么看的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您 对这个挑战是怎么看的 首先的话我抱歉 我这个法文没有法文的老师 所以我就赢英文讲 那么 然后 感谢你做的这个引言 我们呢是非盈利的 有这个170多国家参加 我们在巴塞拉呢有 三千五百人为我们工作 我们纯粹是技术性的工作 没什么这个经济模式 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大家能够互联 我们不知道谁和谁连接 但是的话我们呢是提供这种服务 让他们可以互联 我想呢 我正在考虑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机遇可以成为一种挑战 我们也知道这个互联网的话 有很多的风险 什么互联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可以做很多的事 比如说发Email啊 做这个金融 它呢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系统 是一个这个残儒 那么 我们呢正在谈这个 我觉得 如果不给人们机遇的话 这样的话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那么有一个事情是很有魔力的 这个魔力就是 就是 给我们一个机遇 知道互联网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 有一个工作做了几年了 二十多年了 有一些 比如说 这个已经是在我这个上台运行起来了 已经有 数几十亿人在用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需要警惕的就是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 可能 对 对一些人的这个互联 和这个联系的互联网 是会感到影响 还有 我们 非常 我们是一个非常 透明的企业 我们为什么透明 因为大家都需要我们有问责 因为 在互联网上的工作的人 必须是要有问责的 因为 我们 关于 关于这个 隐私问题的话 我们已经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了 因为 有人如果想知道谁在做什么的话 我们没办法知道 我作为一个用户 我 那 我如果收到一个邮件不知道他是谁的话 我就会去检查 而 我们 有 有 协议 协议 写下来就是 来决定哪些人来自己的标准 因为我没有看见 就是 这个基础设施 因为我不想称它为基础设施 因为真的 这个基础设施是这个电信公司 因为 确实一个 确实整个一个系统在里面非常要小心 那么 那 互联网上的信息是好还是坏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 那么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你是否真的 你想做的事要不让人们互联 我觉得更好的是要让人们 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怎么样对话 就是要积极地看待互联网 大家在互联网上分享信息 我也是通过互联网和我的孩子 沟通 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 虽然不一定总是获得好的信息 我生活在 洛杉矶 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地方 总是 但我的孩子住在世界上 其他地方我就需要和他们 用互联网来进行联系 所以要有积极的态度 那 非洲22% 他们 获得互联网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因为我在 我在这个南非 我受邀去了那边 我就做了一个该国的一个项目 就是把人们连上互联网 通常 这是非常有益于经济的 由于GDP等等 但是这位部长告诉我说 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呢 因为 获得信息 是 始终都只是富人的权利 他们获得信息 但是如果让人们上网 的话 那么 那么穷人的话也可以获得信息 他们就有了这样的权利 现在 在非洲 22%的人 可以做 他们的时间长还不能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其实非洲在担任一个领先的地位 谢谢 谢谢 Yohan 那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提一些问题 那么 有没有问题 没有人举手 那说明刚才的演讲都非常清楚 没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你有麦克风吗 大家好 听得清楚吗 谢谢 谢谢 刚才做的介绍 我想 想讲这个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理 我想 问一下 你是就是 就是一个框架 在很多欧洲企业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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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外迁到 非洲国家 那这些企业 它是否也需要遵守这个空架呢 那是不是应该说这个空架 更应该说是国际的 而不只是欧洲的呢 答案是肯定的 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 这个条例它是 是也是 要适用于欧盟企业 如果在国外从业经营的话 也适用于国际企业 他们即使在欧洲没有分公司的话 如果他们 在这边有市场 那么他们也会要遵守欧盟法律 因此呢 这个条例它是有双重的效应 所以你说的很正确 它的范围不仅是欧洲的 它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法律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这边有人有问题 谢谢 我要感谢演讲人 我的问题是 就是 关于 就是 就是要给 让这个企业 征税它的好处是什么 那影响是什么 对于我们用户来说有什么影响 您是问这个罚款用在什么用处上 那 答案就是如果在法国 宣布罚款的话 就有法国财政部收这个钱 然后他自己决定怎么用 但是这个罚款呢 是没有特别的用途 也不是专门用来发展 这个互联网或是其他就是指定的用途 谢谢 我们的时间快要结束了 那么部长女士 您是否想要来结束我们的讨论 马克龙总统 给我们指出了很多的方向 让我们可以去共同努力 所以 对法国总统的演讲 对我们各国政府都很有启发 我们可以进一步就去思考 去进行 在可能情况下去实施 我有个问题 你们看一下这边我刚才举了手的 好 请您提问 我想说快一点啊 我要做这个计事啊 我是在二零 二零零历年在马拉喀什的这个 电联大会的主席 我想就问一个关于监管的问题 这边我们是面临一个革命 数字革命 有很多的方面 政治的司法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各个方面 所以我认为 应该要发明一种新的监管 因为电信机构 我们电联 是世界最古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国际组织 160年就有了世界电报组织 是在联合国之前就有了 我们新的世界需要新形式的监管和国际合作 应该要发明这样的新的方式 是1856年 是国际 就是最古老的国际组织 在法国巴黎建立的 谢谢您刚才发言 斯蒂芬麻烦您来总结一下 很难总结啊 的确 互联网的到来 提出一些前所有的问题 包括治理等等 现在还是丛林法则 那现在就是 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在影响这个世界 那么 现在 关于 治理提出的问题 非常的复杂 有很多方面必须纳入考虑 让各个参与方 还有决策制定者 都在一起 还有世界上的这个多要性 各种民主的这个形式 有的在欧洲 如果一些事情很让人震惊 在欧洲 在非洲在亚洲可能是常态 很难 但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虽然很难 所以一定要 一步步的前进 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里 欧洲可以做出重大的贡献 我 要 要去赞赏 那我是电信企业 那么很少有电信企业会赞赏某一种某个监管措施 但是 那我认为 这个 GRDP 这个欧盟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保护数据 在全世界都是这样 那我相信它以后会成为一个 这个世界的标准 不仅是出于司法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 如今脸书谷歌等等 他们 已经 在他们全球的这个经营都 采取这个条例 遵守这个条例 所以欧盟对此是做出最大的贡献 这也显示了我们欧盟的这个身份 因为我们在欧盟的话 在这方面意识比其他地方要更强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出贡献 所以 这就是像一个应对气候变化一样 首先它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 多么难 多么复杂 在短期 要把所有的参与方聚集在一起 非常重要 要考虑 要考虑到 同时要考虑到 经济的现实 企业的需要等等 非常的艰难的一个任务 但是不能因为它难就不去做 谢谢Stefan Isabel 您是否想要这个结束一下 我想强调 就是我们讲个人数据保护 我们还讲了网络攻击 网络犯罪 但是我们却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 但是很明显 我们就是第一个这个保护 就是要保护 这个防线就是 数据保护才能够 保护不受 这个网络攻击 保护企业 保护每个个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是一个博弱环节 所以我认为 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文化 就是数据保护的文化 传下去传播 因为现在世界互联互通 那么 每一个个人企业社区 都是潜在的 这个网络攻击的一个门 那么数据保护是一条防线 谢谢 Yohan 请您来做最后总结 我们务实一下 我们说 网络安全 说 那么你们 你们 你们 你们是否 就像你们经常洗内衣一样 应该 那在家里也要经常 清洗你们的电脑的这个网络 这个浏览器等等 这也是更新 这个软件正式负责任的行为 谢谢 谢谢 那 请 来自 联合国金社理事会的 这个负责人 然后会迎来我们 第二个高级别 圆州会议的 演讲者 各位阁下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我们 作为精英社部的负责人 我们 我们是 IGF的秘书处 非常高兴在这里 欢迎 欢迎 第二个这个论坛 这个这个 这个 2005年诞生了 互联网 论坛 治理论坛 那么 艺术长也是 支持 每年召开IGF会 那 金社部 也是与 东道国合作 组织 论坛 并且支持 多力油管方顾问组 我要借此机会 感谢 谢谢 尊重方 以及 利益优官方 感谢他们 在过去三十年 十三年 对IGF 这个 基金的 混托基金的这个贡献 我们这个会不是联合国预算来出资 所以非常需要你们持续的支持 IGF已经受到全球的承认 是互联网智利的一个关键的平台 其职权是由联合国大会 两次延续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IGF不做决策制定 但是它可以提供信息 而且在国际区域各方面都积极参与 IGF应该 林达 承认IGF应该要继续 要做出进展 尤其是和发展中国家 我们 深受鼓励 因为 各个的预官方 都表示出兴趣和参与 包括政府 非政府机构 提出了一些战略的看法 关于我们IGF怎么推进 女士们先生 我们在经历数字革命 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因素 我们 我们2030年可持发议程的时事已经来到了第三年末 2019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的政治论坛 也是我们金社部的支持 将会去总结 将会举行 是在金社理事会的支持下进行 还有9月份 这个在9月份举行 我们一定要用这样的势头 来使技术和创新服务于人们 而不是导致两极化和分裂 就像上周秘书长说的一样 在一个理事本的网络会上说的 我们要创建一些平台 让政府 学术界 私营社会 民间社会 私营部门 可以聚集在一起 找想办法来讨论 就协议达成一致 就行为准则达成一致 还有这个机制达成一致 使网络空间和技术 数字技术能够服务于大家 IGF正式处在这样一个地位 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景 我们联合国经营社部始终愿意分享 始终愿意接受新的想法 期待着 IGF 期待着 社子合作高级别会议和IGF社区 带来的这个建议 并且希望 我特别要感谢 法国政府和教科文组织 与 金社会 合作 组织了这次第三届的IGF 我本人也要 特别感谢 法国政府和 教科文组织 祝愿第三届IGF取得原本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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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